HELLO 大家好,我是KITO 好久不見,應該半年走了吧 然後呢,大家看我背景應該都知道 我現在其實不是在我家裡面啦 那我現在是在澳門的飯店裡面 那因為我回澳門啦,然後就在隔離當中 然後澳門呢,需要隔離10天 所以呢,就是被關10天,然後沒事走 然後呢,今天也就是這樣 所以呢,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關心的一些議題吧 然後呢,就是我在臨初的時候 其實我來思考一個問題 然後中年危機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到30吧 然後就開始思考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你想要中年危機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會想到,嗯,我什麼時候可以退休 我有沒有辦法退休 我退休以後,我的生活會變怎樣 對,這個是一個讓我覺得還蠻 也不能說擔心 但是會一直去思考 要怎麼樣才能過一個比較好的退休生活 然後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就有聽到一個叫做下流老人的詞 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下流老人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首先呢,我問一個問題 你有想過退休之後 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嗎 嗯,其實呢,我之前都會覺得 退休老人就是 沒事幹嘛,每天在家裡 然後沒事就跟朋友喝個茶啊 之後到處去旅遊這樣子 當然啦,其實這個是最理想中的生活 因為你有這樣的一個弦 然後有這個錢 然後可以去遊玩 然後可以去喝個茶之類的 但是呢,其實呢,並不是每一個都可以過這樣的生活 所以呢,今天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下流老人這個概念 那到底什麼是下流老人呢 那可能呢,聽到下流就會想到 嗯,スケベ 然後色色老頭這樣 但是呢,其實這邊下流就不是我們平常所講那個下流啦 然後呢,這邊呢,其實所講的下流是比較像是我們平常所講的 向流社會的一個翻譯詞 也就是社會底層的意思 所以呢,一般來說,下流老人就是活在社會底層的老人 那大概就是那個,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呢 一般是指這些人 好,然後呢,其實下流老人他們通常都有三個特徵 然後呢,就是三小 那我不是在罵這樣話 我不是講那個大小小,而是多小的小 然後呢,這個三小呢,其實呢 一般來說就是收小,全款小,跟人一桃的小 那一般下流老人都會有這三個特徵 然後收小呢,就是我們可能會有一些人在問 嗯?退休以後會有收入嗎? 其實還是會有的 然後呢,但是那是什麼呢? 那一般來說最簡單的 就是年金 就是你不用去打工不用做什麼 你都可以領到的年金 當然這個就是取決於你之前在上班的時候 每個月所在薪水裡面扣出來所找的那個年金 所以呢,年金的多少其實是根據你的收入而定 然後一般呢,其實有六成的人 大概就是領一個月十萬到二十萬玉幣左右 那如果我們呢,就是以這個四百萬的年薪來看的話 那大概呢,你退休以後 一個月是可以領到十六點五萬玉幣 然後日本的平均年秀其實是四百三十三萬 然後呢,中微數是三百九十九萬 所以呢,其實有一半的日本人 其實他們一個月是領不到十六點五萬 或是最多就領十六點五萬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就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這個沒有工作的家庭 他們大概平均一個月是可以領到多少年金呢? 那大概就是十九萬玉幣 那因為呢,我們就知道 日本很多時候女生結婚之後都沒有在工作 那如果你是專業主婦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被撫養 所以是不用繳年金的 但是呢,你還是可以領得到 只是就不會像那個有上班的人領個十幾萬這樣 你可能就是領個四五萬左右 然後呢,所以一個家庭 那大概呢,就是十九萬是一個平均數 那這樣子收支會平衡嗎? 那每個有十九萬這樣 那我們就看一下 其實根據日本的統計局的一些數字 然後兩個人家庭呢 平均是需要花二十六萬玉幣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一個月領十九萬 你最後呢,一個人是需要赤字七萬塊 而且,我們都知道嘛 現在又少子化 又老齡化 所以呢,年輕人越越少 老人越多的情況 那會造成什麼問題? 就是年金會越年越少 然後我們現在都已經知道嘛 年金改革等等的問題 然後,以後這個問題就會惡化下去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應該是領不到這樣的一個數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 喔,到我們退休的時候可能年金都破產了 然後我們就什麼都領不到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可能年到 其實可能年到就不多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也就是說 我們以後的赤字只會越來越嚴重 另外一個呢,就是全款少 然後呢,那我們長到退休一定會問 嗯?到底需要多少全款才能退休? 那其實呢,我剛入籍的時候 我的前輩在跟我說 大概兩千萬左右可以退休 那不過我最近看有一些報告 可能就寫 三千萬會比較妥當 因為呢,兩千萬其實不太夠 我們還要思考 這個,你生病 然後住院啊,做手術等等的 然後還有你家裡比較破舊的時候 你也需要保養嘛 這個都是需要花錢 那不過呢,一般的日本老人 他們平均存款是多少呢? 其實是不到三千萬的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 2021年的一個調查 然後呢,育盆65歲以上的家庭 他們存款平均是兩千三百多萬 然後中位數呢,是一千五百多萬 所以也就是說 有一半的人其實存款 連我們所講的三千萬的一半都不到 也就是說很多人根本就很難 就是靠這個存款 跟年金就可以過得好好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平均的存款呢 到底可以花多少年 那以剛剛這個赤字一格七萬來看 一千五百萬 大概就是花個十八、十九年左右 夠嗎? 絕對不夠嘛 因為我們想一下 日本呢,是六十歲退休 然後呢 你這段再僱用也就是多五年 然後六十五歲 那這樣的話呢 你拿到這筆錢 然後要過個二十年 也就是八十五歲 但是日本的平均壽命其實也蠻高的嘛 而且我們現在都在講 延伸百年的時代 所以呢 你苦到一百歲 好像也不會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只有那一千五百萬存款 真的夠嗎? 所以呢 是非常不夠的 而且 而且 就算我有兩三千萬的育幣 那我就是可以養老了嗎? 這個答案也是不一定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很看點年齡啦 像如果是我現在三十歲 然後我拿兩三千萬 那我退休 但是三十年後的兩三千萬 跟現在兩三千萬 完全不一樣 我們雖然說 哦 日本一直以來物價都沒什麼再向漲啊等等 所以漲得比較慢啊 但是呢 最近半年應該大家非常有感 在通膨底下 我 可能一千去吃個 十七囉 一盤就是最便宜一百塊嘛 然後現在最便宜就一百二 那 也就是差十幾二十趴 那 在這個情況下 三十年後 這個問題只會更嚴重嘛 所以到時候三千萬應該不會是一個什麼大的錢 那也就是說我現在存有二三十千萬左右 然後到我三十年後退休以後 那 絕對是不夠花的 那 除了這個瘦優小 然後存款小以外呢 其實人一跳點很少 那一般來說呢 會有一個詞叫做 關係性貧困 也就是說 在這個小子跨 然後 年離婚的比例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呢 很多人其實他老了之後 根本就沒有家 沒有朋友可以陪伴 而且剛剛講的熟年離婚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裡面好像大部分的 都是女方提離婚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以後有時間也會來轉眼看看 好 然後呢 那 老了之後 那也可能是這種問題嘛 然後另外可能就是 你另外一半已經過世了 因為不管你是 真的沒有離婚 你另外一半可能也會過世 所以也會導致你最後就是沒有一個 就依靠或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你講話 結果能講話的人 就只有便利店的店員這樣 那可能他就問你 你需要塑膠袋嗎 你需要家月嗎 就這樣 然後回到家就是一個空空的房子 那這也是蠻多老人需要面對的問題 那不管 又沒有離婚啊 其實我覺得 學會 跟孤獨相處 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當然啊 如果身體好的話 還好 但是如果你身體虛弱 可能你連家事都沒辦法做 那最後呢 再就變成一個垃圾屋 然後呢 甚至有一些會有一些 驗姿的問題出現 那這個呢 也會更 那個惡化你的 跟別人的演技關係 那也會導致你最後 會越來越沒朋友這樣子 就是孤單寂寞 有點冷啊 然後呢 所以我們看到一般來說呢 下流老人 都會很常會發生這三個 有這三個特徵 收入小 然後呢 存款小 跟最後 能依靠的人也小 嗯 然後 那而且呢 其實並不是每一個下流老人 他們本來就是沒有在賺錢或什麼 其實有一些本來就是公務員 或是公司的董事等級的 非常有錢人 但最後 也是因為一些事情 最後變成下流老人 然後呢 成為下流老人的這些 常見的幾個狀況 那我會下一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 也是還蠻好去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 老後生活啊 其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每個人都需要去面對 這個是真的 那當然 也不用說 過度擔心什麼 因為擔心不了那麼多 甚至 不好聽說一句 我們能不能活到退休 也沒人知道 這個都是一個 但是呢 我覺得 很需要 在年輕的時候去思考 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我 我沒辦法退休 那我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萬一我苦很老 然後 活到很久 那這個問題 就會是很現實的問題 而且老了之後 如果 你這段知道問題所在 也不一定 有能力 有時間 或是有體力去解決 所以呢 我覺得 這是一個 年輕的時候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然後今天呢 就是這樣 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下流老人 有的一些特徵 然後呢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也可以 訂閱 按讚 跟分享 好 那我們 我們 有緣再見 掰掰